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跟俄国的元首普丁 这个习普会当然是国际瞩目的焦点 不过在他们会面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重点 特别提出 这是在会谈时呢 习近平已经有讲到了说 一带一路要跟欧亚经济联盟做对接 但事实上呢 这个普丁不但是支持一带一路 也要加强深化合作之外 他特别谈到俄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也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好那么谈到这边呢 事实上我们就看 其实现在很多跟中国大陆共同合作 发展友好关系 其实呢他们这些国家的元首们 不都是特别会强调这个重点吗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都是如此 好但说着说着呢 一方面关心台海 但一方面也关注的是以巴局势 所以两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可是你说这两个问题美国关不关心 美国也在关心啊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谈啊 所以我们看到白宫现在呢 已经预告了 20号美东时间晚上8点 拜登要全国发表演说 一方面会针对有关于以巴的局势 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就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部分 也要做出回应 还有还有那就是不止以色列的问题 乌克兰的问题还有就是台湾的问题 所以拜登可能要求国会通过 1000亿美元追加预算案 这包括就是要支援 什么以色列啦 乌克兰啦 台湾以及南部边境的资金 好所以这个 汉婷 你不觉得这事实上呢 就是中俄在这边 美国在另一边 然后呢都在关注着 同样地区的局势 可是他们却有不同的因应作为 在这一次以巴冲突当中 中国大陆的立场很明确 都是希望双方尽速停火 不要伤及平民 尽快落实两国方案 但是呢 美方表面上跟中国大陆 就是中国大陆的官方新闻稿 在跟美方布林肯会谈的时候 美方是有说支持落实两国方案 但是回过头来呢 美国自己的国务院就完全不谈这一段 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以色列交代 他不能够去支持这件事情 如果这些都不谈 我们就看最简单的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的最新投票状况 要求双方尽速停火 保障平民安全 你听起来合情合理 你可以等平民策完再打嘛 也没说不行 对吧 你可以等平民策完再打 就先保护平民 先停火 但是呢 美国投下反对票 美国就投下了否决票 所以表示呢 美国希望继续打 连维护平民安全这件事情 美国都不同意 所以你看世界上到底谁是支持和平的一方 谁是希望继续打的一方 非常清楚 因为打到现在呢 就是尾巴过去长年的冲突 累积起来的恩恩怨怨 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 但是至少现在不要波及无辜 否则你说以色列的反攻都打到学校 打到联合国组织了 他们也不是哈马斯 他们也完全是无辜的受难者 那以色列有因此而停止吗 没有 那其他的道德谴责 有任何的作用吗 也没有 反而呢 是美国的航母就开在旁边 反正就威慑的就压折着 然后在联合国就投下了否决票 好 所以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是世界上的多数国家 都是希望能够和平的 都是希望能够尽速停火 但偏偏只有美国不同意 就不能够理解美国 我们当然能够理解美国在想什么啦 但很显然的 这跟世界上多数人都是背道而驰 那么再来看到 是俄罗斯普丁讲的这番话 那目前为止 当然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 两岸问题 尤其是中美关系当中 大陆说是第一条红线 不仅是红线 而且是第一条红线 显然是重中之重 讲的有问题吗 以台湾的角度 以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 也没有任何问题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没问题 只不过两岸对于中国的代表权 以及中国的认知各有不同 对岸认为是PRC 我们认为是ROC 如此而已 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 就写得清清楚楚 领土包含着大陆 以及自由地区 自由地区是哪里 就是台湾 所以台湾是中华民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这是本来 现在我们遵循 中华民国的宪法 大陆认为中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认为中国是 中华民国 那实际上 当然双方都代表中国 因此这番话 毫无毛病 好 但现在呢 我们刚刚在说 其实呢 这个拜登也表态 但是他要发表他的演说 用意何在呢 不就是希望让大家看看 我美国绝对不会 你们所想象那样 分身法术 哪里有问题 我美国都可以应付得当 好 但是呢 这个上次我们看到 不仅仅是美国的表态 其实呢 还有他的盟友们 盟友们是不是 现在也要纷纷的出来 要做一些宣誓 你比方说澳洲动起来 澳洲的防长 他就特别在南韩说 南韩 说台海爆发冲突的后果 可是很严重的 所以澳洲不能当被动的旁观者 俄国侵略乌克兰 是威哲失败所导致的 不能够在印太重演 尤其是台湾的议题 这什么意思呢 难道说真的 如果台湾这边有事的话 你澳洲要出兵吗 还是怎么了呢 其实在这次尾巴战争之后 其实在整个国际的政治 包括中美现在正在接触 包括习拜会 还有中美究竟是有更深的对抗 更强烈的对抗 还是反而接下来会有点缓和 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来看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 看到刚刚就这样讲的 包括澳洲等等 周边其他的 我们估计讲 就是这些美国的小老弟 小老弟们的部分表态 所关注的看起来 其实更多关注 还是在包括台海之间 因为其实都知道 在国际的很多的军事战略 还有网路上论坛 其实大家都一方面看 尾巴战争的进度 没有错 尾巴战争现在的进度当中 人道主义的部分 让难民的部分 能不能够有个好的处理 现在是全世界 首要关切的第一顺位 但是这里头 接下来对于尾巴战争当中的那种 是不是歼灭战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部分讨论 就是你现在是进去对抗打战 还是你以色列当中 其实就要把哈马斯 以哈马斯之名 最后把整个加萨首郎的部分 整个都间灭掉 于是在这间的过程当中 What's next 那这个部分的 接下来的下个东西 所以就使得台湾的部分 台海之间的状况 有没有谁的 包括现在的 这个整个台湾选举 两岸的动荡 以及现在的 已经有全球当中 两个重大地区的部分的战争 接下来的这种共办 我认为现在是 所有我们在看到 包括我自己看日本韩国的很多军事论坛当中 大家很关注的 也就是我们在台湾觉得 我们真的好好的 可是国际上真的关注我们的 比想象中的更大 而这个并不是像前 比如之前澳洲在关注台海问题 没有 这主要还是基于现在 尾巴战争的延续性 这个动荡性 而这个东西 我现在回到讲说 还是就是在中美对话的框架 我们要进行尾巴战争的这个部分的和平 一起努力 但我们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美国到现在没有彻底的强调 主导停火这件事情 应该说就毫无疑问的 这也没有惊讶 路边抓个阿婆来问都知道 美国政府跟整个跟犹太 跟以色列的部分的政权 跟犹太种族的这个亲密友好 一切这个中国盛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这就使得真正要来调 调处中东的各方面停火这件事情 美国好像有点说不出口 该说就早就说了 因此停火这件事情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在接下来的部分 会是更多 可能中国会有更多的着力 无论是中国的意愿 乃至于在中美某一种 可能说不定台面下的默契当中 让更多停火的这个着力跟呼吁 让北京来承担 因为美国现在去主导停火 这些信息双方公平之当中来讲 是他们跟犹太的 犹太人跟以色列当中的紧密性 这个部分有违背的 所以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 绝强就像刚刚已经讲的 军事上没有捉襟箭球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部分 好像目前就派过去增加军舰 更加军力在那么威吓 你真主党或其他的外围的 阿博国家势力 不能再加码进来 这个东西他们体现了 虽然大家有的说 你真的够吗 但是至少他体现的部分东西 他在处理中东事物的这个余裕 处理中东事物 把中国或利用或跟中国谈 让中国多担负一点点 这种调配性 还是可能是由美国来主导 那也就是说最后再处理 国际政治这个部分 美国要展现他的一种高度跟余裕 我们从拜登这个地方 看出来就这样子脉络 好 而且不仅仅是澳洲 其实要说小老弟也行 那加拿大难道是美国的小跟班吗 我请教一下靳平 因为其实很多的说法跟做法 其实这两个国家都往往会呼应 美国的政策 现在我们看到刚刚讨论了澳洲之后 接下来来看看加拿大吧 最近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吧 加拿大在钓鱼台的空域执行任务 加拿大军机为什么到钓鱼台这边附近来 然后就被解放军机拦截警告驱离了 加拿大就指责解放军是不安全不专业的方式 但是大陆方面国防部发言人马上就回应了 说加拿大这样做非常容易造成误解误判 性质恶劣 十分危险 还要求加方严控一线部队行动 立刻停止任何的挑衅行为 切实的避免事态进一步的升级 我就问 加拿大现在是抓着机会要来个摆拍吗 因为事实上还有媒体跟拍 第二 加拿大跑到钓鱼台来干嘛 第三 钓鱼台那不是跟台湾这边也有关吗 为什么我们的民进党政府不坑一声呢 所以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主权都不顾了 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飞到那边去的感觉 蛮悲哀的 恐怕连这个不要说老共跟加拿大 可能日本我们还没飞出去 日本就已经在那边等了 你想过来不让你靠近 那种感觉 所以我这样讲完会不会有一层 有一种良意 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主权的国家 钓鱼台还是我们宜兰的 还是我们苏澳的 所以讲到这样子 我都不晓得说 美国跟加拿大 英国跟澳洲 美加英国本来就是一个系出同源的 然后英语系国家 然后本来就是他们的同盟 美国现在这个利多这个被分 你看又要雇俄乌 又要雇俄乌克兰战争 又要雇中东 那现在又要雇台海 世界警察没那么好当 而且国债高足 然后现在那个国会又停摆 钱也发不出去 所以他当然要找一些国家 来帮忙这个撑一下 否则他军力 你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 当然无庸置疑 但再怎么强大 都没有办法多线多点都齐开 所以加拿大这时候军机 帮忙美国分担一下他的勤务 有时候来这边靠近一下侦察 因为他们都有连线 所谓的五眼联盟 加拿大也是其中一个 那这样子情之分享 抵径侦察 抵径侦察 就是靠近中国的沿海 甚至连这个钓鱼台附近 他东海也看一看 看看老共有什么动静 这是他们现在 你几乎可以看到这一两年 应该说这两三年来的一个常态 美国要所谓的自由的印太之后 他的前缘就是日本跟那个韩国 那他的后方就是美国跟 加拿大美国跟澳洲 所以两条线 就好像如果再打美式足球的话 他会有这个二三三二的 这样一个对比 他区域联防 或者是打篮球 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加拿大当然要跑前面 否则到时候总教练骂 这个美国就骂他怎么办 所以加拿大的这个做法 当然会引来这个中国的不爽 老共当然就是 你在干嘛 美国跟着做你也跟着做 美国往东你就往东 美国往西你就往西 不只是跟班而已 是跟屁丛 所以加拿大这么做呢 当然老共 我一直强调 老共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中国大陆 他是用那种 嚇阻抵径侦察 因为美国加拿大这几年开始采取一种抵径侦察的方式 那沿着中国的沿海 甚至这样子一个海空域这样子飞 然后这靠近你 那所谓的嚇阻抵径侦察 就是有很多一连串的动作 当然开启那个飞弹的防御的这个lock on 就是锁定他的这个也是一个 但是这个有点危险 不小心按下去飞弹这个案件的话就射出去 就有点危险 那另外一个就是广播距离 像我们台湾就常做 中华民国空军注意 就是用喊一喊人家不理你 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这种 离你非常近的方式 飞到你前面 从你的这个机头距离你二三十公尺 或者是不到百公尺 靠过去 或者是你从那个你的军机的机舱门那边 或驾驶上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你的这个机翼下方 或者是飞机的附近 你会觉得很可怕 因为随时会撞在一起 老共现在就是他们所受的训练跟教育 我觉得甚至应该有上级的指示 不要怕 或出去这样子靠近他们飞 那看他们敢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解放军 当然美国昨天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 也可以把美国和加拿大 在这个东海和其他的抵近 这个侦察的方面 遭遇到这个共军 但是他们怎么不讲说 为什么他们要来 他们会觉得说 这是国际海空域啊 这个是自由的飞行 跟自由的行情一样啊 但是李尚福 有没有曾经在香港里的安全会谈的时候 谈过 你只要别来这个中国的沿海 还有这个海空域 少来的话就没事 那今天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中国大陆飞到了这个钓鱼台 去做他们的一个贺阻 就是用这样的破镜的方式 很正常 就像如果今天靠近美国海空域的一些地方的话 美国也一定会怎么做 加拿大一定会怎么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也就是按订阅 报渴 必须 供给